YES933 星光魅力奖 黄俊雄 来 宝宝姐 来 奖杯在这里 小心哦 好 是 就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拿这个奖啊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刚才呢你得奖的时候的片段 好不好 说什么 那些用心聆听期待我说什么的人 谢谢你们听得懂我讲的话 这是我最后一个时代的致辞 我知道你们以后会想念我的 可能要跟宝宝姐讲一下 这位大帅哥啊 他过去呢拿奖的时候的一些致辞的历史 今年呢这个YES933会把这个奖颁发给他是因为过去九年他们都听不懂 他说什么 终于今年听得懂了 所以他们把奖颁发给他 可是我听不到 有什么感受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妈妈吩咐我啊 上台不要乱讲话 但是我上台还是乱讲话了 没有啊至少人家听得懂啊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应该很容易听得懂 为什么听不懂呢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间一直在倒数 然后我心跳加速我就有点卡卡的 但是其实每一次都希望讲一些有意义的话 希望可以启发大家的话 重要的是爱你的人还是爱你好不好 是 谢谢 恭喜黄俊熊 谢谢宝宝姐